408红色旅游观光专线 这公交车太漂亮了 还有全身红的一个颜色 大家好 我是佳哥 我们现在在五胜路加勒福公交站这边 这个五胜路的加勒福 都关门拆了 这个公交站还没有改名 我们今天要在这个位置 乘坐一下武汉最贵的公交车 就是这一趟408路 它总共408分为两个线路 一个内环一个外环 前线总共设置了31个站点 长长21公里左右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承这个车过来 武汉的公交站的站名都非常长了 有的有120个字 还有好像最长的一个有43个字 408路要来了 这个408路外环 大家看一下整个车身 跟武汉其他公交车 完全是不一样的 黑黄相间的一个 特别是前车灯的两个 大眼睛特别亮眼 现在已经上到这个408路上面 这个408路公交车 也是武汉的爱国主义教育 是在2019年9月30号 正式的投入使用 当时据说造价也非常不肥 被成为武汉最贵的一个公交车 还造价大概在160万左右 然后也是有非常多的高科技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现在面前 它不仅是咱们的车窗的玻璃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做过这个408 但是没有留意过 它当时在2019年正式上线的时候 总共投入了30产纯电动的 160万的这种公交车 你投入使用马上成为一个大卡地 四天时间大概接待了8万多里 我看这里非常热情 升天孔后来要存过这辆红色 教育专线公交车 整个408路公交车做起来 非常粗糙 宽敞明料又干净正极 而且开得靠别稳 现在咱们在阳阳大道 带大家联络一下 看着我第一件成事的一个 防护面貌 韩瓦与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交司机座椅的后方就是408路 爱国主义教育公交专线 这些红色的景点 这个是景点 总共有十个红色景点 八七会议 武汉美术馆 博物馆 科技馆 公众旧纸经验馆 咱们现在在三阳路 三阳路下车 看一下整个408的车身 两个大叉灯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大家如果真的是喜欢红色旅游的专线 可以来武汉来乘坐一下408路 在咱们面前像金帝辉煌 像帝国大厦 这栋楼应该是天月外滩金融中心 其实很多城市 包括北京 上海 杭州 都有红色的专线 但是他们那些城市 更多的都是在 要么需要预约 他们就是节假日才运营 像武汉这种408路 红色的爱国主义旅游专线 常年每天的运营 在城市里面当成一种正常的出行方式 在所有城市里面还是头一份 武汉这一点做的也是太棒了 刚好红色的旅游 红色的记忆